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一对只有十八九岁的小情侣 背着熟人偷偷相约去海边看日出 乘务中一辆飞驰而来的小车 拔走在公路里侧的姑娘 撞倒在血泊之中 而原本手牵着手的小伙子 虽然只受了一点轻伤 但是这非来恨或却把他吓得魂不附体 等他回过神来 他与恋人早已是阴阳两个了 惊吓与伤心让小伙子梦魇连绵 一直无法走出阴影 后来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帮助下 才一步一步恢复了健康 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创作了这首歌曲 恰似你的温柔 那年他只有二十岁 后来这位少年成了华语音乐坛 殿堂籍的音乐大师 他便是被众多港台歌星 称为恩师的梁洪志先生 2004年 年仅47岁的梁先生 因一线来离开了人世 去追寻他那牵挂一身的恋人去了 有喜欢明星成长故事的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